請發言 這次開會 是代表區立議員發言 請發言 謝主席 市長大有事情說得快 教育處王處長 請問一下 你今年的攜手計劃 台南市總共申請了多少錢 今年九十九年多九百的 市長大有算是七億 那你台南市 爭取到多少錢 攜手計劃這邊 我們是一直有在爭取 詳細的經費我要再查一下 你詳細的經費不知道 今年台南市的攜手計劃 爭取到的是一千八百多萬 你等九十五年 九十六年 一直我們的攜手計劃 開辦到現在 我們現在全國攜手計劃 總經費的比例 你從百分之一點六到今年 才成長到百分之二點七 你這個攜手計劃 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攜手計劃呢 主要就是找那個大學生 來輔導這個國中 國小的學校 然後你針對是 家庭設計地位比較低 學習比較低成就的學童 做課後安親跟輔導 那不是這樣 對 所以你相對的是 弱勢學校 弱勢兒童 對 那這個沒有錯 那攜手計劃這個 這個呢 我們是都有找學校跟他們說明 然後請各個學校提出來 那教育部呢 他的重點 主要是擺在縣裡面 縣是他最主要的重點 你擺在縣裡面 我都教育部啦 就是非都會區 他可以申請的門檻 比都會區更高 會比較低 所以他們申請的經費比較多 但是你才有了解 你台南市間隔 在今年二次計測的成績 有八所學校 進步的成果不佳 甚至啊 PR值低於25分的學校 去年到今年 就兩間都連中 連中你怎麼知道 知道意思啦 連中喔 對 而且這八所學校啊 幾乎都集中在 比較偏遠的阿南區 易或者是說南區 所以你這個攜手計劃 憲連 你雖然有兩間學校 得到基憂 文顯國中 又大觀國小嘛 對不對 問題是 你有解決了整個龐大 所謂的弱勢學生的學習的問題嗎 我們是多方面的在解決啦 包括呢 我們自己 市政府有一個預程計劃 針對那些比較弱勢的學校 額外給他一個老師 你的預程計劃 你的經費怎麼回來 是我們市政府的預算 市政府的預算 你中央補助款 我們申請 沒辦法連百分之三的申請不到 當然你剛才說的 他是尖對關 就是火都火窟 來補助的比較多 但是你知道嗎 你要想呢 未來學生之後 就是跟台南館都擁立 裡面 你所有弱勢學校 未來學習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靠線 自己去打點 你要想看未來面對這種問題 要怎麼做 處長您先請坐 明天 市市立審皇子秀基金會 已經連續八年 占對台南館 專館所有給收入 家人有國中小的孩子 發動做學金的時間 連續八年 沒有中斷 每一次呢 國中生補貼是一千五 國小是一千 但是到去年啊 已經出現了一個現象 所以他現在把所有做學金 都降下來 每一個小孩 沒有分成績 都一千塊 當時基金會的用意就是 開學 讓小孩補貼去買校衣 買文句 買切 因為 在明天才要開始發行 我發覺一個問題 很嚴重 我們最近一直在討論 高校的問題 都從少子化 來研議 怎麼財校 怎麼安置流浪教師 怎麼讓他變小班小校 怎麼讓我們學校的教學品質更好 可是大家忽略了一個問題 我們民國 九十五年到九十九年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五年來 台南市的家庭 國中小學生 居然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九 也就是說 在民國九十五年的時候啊 他低收入戶的家庭 裡面有國中生才四百三十一 現在成長到六百七十八 國小本來是七百一十三 現在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二 標示 現在在學的學生 裡面貧窮化 越來越嚴重 不是只有少子化而已 貧窮化 大家知道 古早人在說喔 貧窮是艱苦人為他出路 但是他現在到的經費越來越高 到國中到台北 根本才的技術 給他 有可能根本就打不起來 讀不上去 結果 貧窮的更貧窮 台灣 根據啊 行政院主計處 中禮拜發布的齁 台灣所得分配 五等份的貧窮差距 所得差距已經到八點二二倍 許處長 我知道你這幾年來 一直針對脫貧的計畫 一直在做 但是你來看 這種的成長率 低收入戶 血統的成長率 你怎麼去現金補助 沒有辦法幫助這些貧窮家庭的小孩 在就學上面 你有什麼看法 他的整個的低收入比例 增加35% 然後兒童少年也是一樣 我的弱勢兒少 跟緊急兒少 緊急兒少 是不符合低收入戶的 你這全部都是現金補助 三千塊 對不對 我有風雨專案 就是對國中的小朋友 給他們做生涯規劃都陪伴 然後有 我們有補助給民間團體 一個人力 他順便跟中央申請的人力 陪伴他們 還有我們的那個 有對移 就是現在 今年正在做的 所謂的那個展翼計畫 正在做 展翼計畫 現在在規劃 處長 你的兒少補助 你的展翼計畫 你的包括教育處的攜手計畫 甚至你的成康專案 給家修律 給孩子 他才吃飽 營養午餐免費 這些都是基本的 但是 你有沒有去注意到 說 貧窮家庭 裡面 你要去研究 假設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沒有辦法 讓這些孩子 在他成長的過程裡面的學習 他就能夠 擺脫貧窮的話 你想他只要到國中 只有這些兒少補助 都是現金補助啊 我給你吃飯啊 我知道 你有沒有去憂心這個結構的問題 因為我讓你看喔 我知道 對 少子化 我們95年到99年 台南市的國中小的兒童數 是從八萬一千四百六十九人降到七萬四千三百零九人 測測測測七千幾個學生喔 但是你低收入戶的成長 居然達到百分之一百零九 表是怎樣 照理說啊 我家庭環境不好 我應該是我比較不敢生孩子 因為我養不起 結果 低收入戶的小孩 越來越多 呈現兩個現象嘛 第一就是 這是新住民 新住民所生的小朋友 拿到新高峰 第二個 就是 低收入戶的門檻降低了嘛 你這越來越多 需要我們政府照顧的人 我們還是留在那個兒哨補助 還是留在那個陳康莊案 你有什麼因應的方案 那個跟委員 跟議員報告齁 今天 今年度我們有做兩個大方向 一就是對於六歲的低收中低的小朋友 六歲的小孩子 全部都普查完以後 全部都認養 就是現在還在做普查 已經普查一半 你說要再做普查 六歲以下 不是 六歲以下我沒有經費嘛 就是給了錢以後 我都全部要去做訪問 社工園 已經訪問三分之二了 就是有兩千多個小朋友 六歲以下的 我全部都做那個認養 那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你現金補助了以後 這個家庭的生活 對兒童的教育有改善嗎 有 有一些問題是就業的問題 零拖 短拖跟夜拖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那個什麼 它可以引起結構面討論 我覺得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現在處理的時候 大家都比了二十幾歲而已 我覺得不是去做調查 你今天發生已經有這個結構的問題 我如果不記得 唐一進議員 從他就任議員 一直到現在 他每天一直在強調的是 公立托兒所 公立托兒所 這個我覺得就是 你要面對結構型的轉型的時候 你要趕快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讓民間搶食這個誘教的這個大餅 問題是你發放幼兒券 讓他們去讀私立學校 同樣啊 他也是直接有百幾個電腿啊 你沒有公立托兒所來收容這些 從學齡前 就必須去教育他的低收入戶的兒童 他就是在路邊怎樣收 所以你只去探討 你只去仿視 你只去做結論 你看到的是在面上的東西 我是要你告訴我 你怎麼辦 面對貧窮化的學習環境 這些孩子要怎樣 您認為呢 我們要 沒關係啦 我知道 那個公立至於六歲以下的 我們會再跟公立跟私立 做前面的討論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們在今年度 有跟市長做報告 就是說未來 1.5倍 那你國中小了怎麼辦 國中小我們會再跟教育處 一起做一個 不只說我們講的 給金服刑方面的 還要做關懷 所以我們也有做 剛剛那個教育處那邊的 吸手計畫 或是月光組計畫 我們有著苗祭典 跟那個什麼 很多民間團體參與這樣的一個陪伴 我現在要告訴你 就是你這幾年來 會受的 福利尖 對立東少年的部分 我給你肯定 你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你必須去面對的 就是已經發生 不只是少子化的問題 貧窮化的問題 你跟教育處之間的橫向聯繫 要非常的密切 另外 我建議你 現金補助不是萬靈丹 你應該針對這些低收入戶的家庭的結構改變 趕快做一個所謂的指標性的一個評鑑 因為我剛才說的嘛 你給他錢 家長不一定放在孩子的心上 我吃飯就要有問題啊 我比較有可能放在孩子的心上 有可能這些孩子到國中基本上就打不起來 他到國中他就停止了 不要再講大學 我們現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貴到離譜 那社經地位第一的小孩子 他在這樣子的家庭長大 你能夠成就說 你能夠期望說他長大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發揮所長 找到第二個王永慶嗎 我們過去在座很多的 以及主管包括市長 小孩都辛苦孩子出席 所以良慶,認真妻妻 我有出 scheme的一天 問題是這些小孩是不是 醫療可能沒辦法妻妻 他必須在國中畢業以後 為了保持家境 他就要途入職場 這個未來台灣的結構會很嚴重 所以在社會處您的角度 尤其大台南合併了以後 我認為貧窮化會更嚴重 因為台南縣中山樓下的村口裡面 隔代教養的 單親教養的 新住民的小孩 比現在多更多啊 比現在多更多啊 剛才我們如果是一樣 保障款又拿不到的時候 你還在停留在你的所謂的兒哨補助 乘康專案 免費營養午餐 我覺得是不夠的 是不是社會處現在先針對 台南縣我已經送你給你了 因為我剛才給你說的低收入戶國中小的數字 是每一年我們要發放助學金的時候 來自我們全市所有的區公所所通報的 所以不會作假 不會作假 跟議員報告 我們從7月8月 我們有跟中正大協對低收入戶的 尤其是家庭有國中國小的那個 全部都在做前面普查到8月份 9月份我們就把這個調查 結果會再跟議員那個 那個給那議員參考 我們在一起會研究 到9月份你調查報告出來 8月底 8月底如果你調查報告出來 我們台南市首開針對貧窮化來臨 國中小不是只有少子化的問題 學校教育不能夠只探討在高峰的那些學習狀況比較佳 因為你這一些族群也會拖垮 那種社經地位比較高的學統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都沒有能力分班 大家都南作會 啊 加上這些小孩你沒有處理的時候 我不知道在整個班級裡面